各位連流阿彌陀佛 今天是佛祈的第二天 我實在是 出來家以後 比以前在家 更沒有時間共修 看起來好像我很難多 不太喜歡出來共修 實在我現在只有羨慕的份 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 你們在這裡 可以 把一切都放下來 進到大殿 我這個是BB Call放在身上 隨時要待命的 沒有帶手機啦 又帶BB Call 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練到很歡喜的時候 我就要被呼喚 我看到很多醫生 他身上都帶有一個東西 說今天是我可以休息 可是我要待命 看他們吃飯也吃得很緊張 我不知道那個醫生 那個腸胃好不好 心境線 如果不太大條 可能 很快就會壞掉 我大概也就是那種情形 很多人問我說 趕快睡覺 那天晚上睡覺 再去廁補下 很奇怪 就是生理時鐘 你說我再辣一下下好不好 他就不要跟你睡覺阿 你就要起來阿 從我開始學佛 真正了解佛法以後 我很喜歡有一個時間 都不要光差 念一個地獎金也要從頭領到尾 念一個彌道精我也要從頭領到尾 我沒有那個命 所以我很羨慕大家 我們在這裡 大家心情多愉快 多祥和 有些人還是第一次來參加 我剛才一看就知道 為什麼 不要緊張 我一看 你們站在人家後面 前面的人坐下來沒位子 一直叫你們往後退 我以前也被叫過 就要有第一次以後才會知道 在哪裡修行怎麼樣 很多人到道場裡面去 他不敢進去 我用來用去 我都做不對啊 我也很想要參加 但是我這樣叫不好意思 總有第一次嘛 你們相信嗎 我快到八十歲了 如果有一天人家跟我講 沒錢你去銀行領錢 對不起 我不會 什麼手續我也不知道啦 以前不是沒有部職 我說你去給我閒閒的 後面我簽個名 你就去銀行 買東西我也沒去過 那那些東西可以託人耶 你念佛你拜佛不能委託別人幫你耶 就是這點才在吵嘛 我還不能委託別人 又自己沒時間 還要怎麼辦 所以咧 阿不就 沒空要請 利用有時間請一頓好嗎 你們沒有嘗過那種心情 跟你們講講話 兩三句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就是只有這樣子啦 要慈奏也是啊 官人官人官官的 阿彌陀佛得得得得到 你們大家都比我有福報 這個我們修行 你不要看這個世界 我早上打開眼睛 我當然我也有 我要學的 吃到老闆 沒有人啦 什麼人來 我如果想說 我要聽話 要跟他講話 你自己要去學 你不學 你每次你也是做造型人 還可以到 所以我利用一點時間學習 正好他的廣告時間 我也會看一下下新聞 在這種過年過節的時候 真的不太好看新聞耶 對 人家在上海灘在擠 我們台灣人也去山海 去那一個四兩個中心 去哪 好不容易我才出差 我到了那裡 我不要去去幹什麼 今天早上我看那新聞出來 人家灑那種宣傳單 人家灑那種宣傳單 印起來看美金還是什麼 其實就是哪一個 哪一個什麼 遊樂場所還是那個吃東西的地方 印一張好像鈔票 然後你撿到那一張 其實你不用撿那個器 他也是把你打折 這個牙 大家笑話 看起來好像是美金耶 小鐘打到斷子打去 哪有打去 有些說一個地方疊三層 他要顧唱 偷腳的多少人不知道 好 我們台灣 我是覺得 也是一個 很多家長 小孩子 他說 現在買法官 他也不來了 有沒有說 他就沒用 同學就去出去 就把他去 應該是在報紙上 還是什麼有燈說 哪一個地方 要 舉辦那個 跨年的Party 還是在一個很高級的 那個 公司 那個店 還是什麼地方 就有人說 他們這次要開這個 好像是毒趴 警察的人就 喬辦也是要去參加的人 進去以後 那個味道 有 一聞有 做一群六七十個 都都要去吃毒 我心裡滿難受的 還有呢 昨天晚上 一大堆年輕人 騎車嘛 錶 人家剛好 那邊 那邊 綠燈人要過 他們那些 機車 大聲 噗 都是在新北市 有一些人還用散彈槍 騎車 旁邊的那個車 有時候有一些信徒 找他的朋友來 他的朋友有煩惱 師父啊 我要吃什麼酒 念什麼酒 我那個女兒 他不去咬人 這樣我去到要哭 哭哭 我很久之前就跟大家講 小朋友 你是媽媽 或者是你是阿嬤 你要來拜佛的時候 你可以把他帶來 有時候都可以跟 其他的小朋友在一起 或者是跟這裡的師父聊聊天 我看那些小孩子 現在 好不好呢 不是來這裡念阿彌陀佛 那個孩子都覺得不好 長 那個黃小姐 就說 我們那兩個兒子 一個青青菜菜就中獎 一個呢 他們的妹妹是 都打第一名 就說 媽媽 你用手機幫我錄下來 我講話的態度怎麼樣 他哥哥就在旁邊擦 擦到他在哭 他說 師父 我們那兩個孩子 不說帶來這裡 就說了 很多家長 一直跟他講 他現在打擦的時間 就沒辦法 可是我看看我們現在 坐在後面 穿黃背心的那一班年輕人 有些是從他 幼稚園 小學我看到他現在是 大學已經畢業了 怎麼會是兩個世界 帶的心情不同 那些孩子會不會來這裡以後 大概都是考最後一名 沒有啊 最近有些人說 你帶來看誰的孫 有幾個人 胎女素的 長輩來 就帶 但是有一點 我就說 這些長輩 如果帶來 孩子有時候 拜佛的時候 一家人就一個犧牲 把那個孩子 帶在外面 慢慢慢慢的熏陶 長大了 他進來 可能頭子會 躺在那裡睡了 不要在那裡插到人 就好了 我們也不要說 我們就要帶孩子來 你不要讓我們帶下來 在拜佛的時候 我就說 有那麼一點 有時候我為什麼說 我們專閉一個兒童區 那個爸爸媽媽還想 三歲四歲 真的講不聽 我說 你帶去那 他不要偏偏帶進來 喔 他如果騎一聲 走一走 所有的人的心 都跑到他那裡去 我們去 障礙人家不好 可是呢 慢慢你帶大啦 現在有很多年輕人 假日的時候 像那個靈能潭居室的兩個孩子 現在兩個都在讀大學 我所有時間 我真的都願意回來這裡 不是來這裡出頭 不是說他來 大小孩 我哪有藏給我吃 不是啦 他都來願意去服務別人 心裡還想 人家表兄弟姊妹 可能要叫來去討 他不要去了 那個 昨天那個 從美國回來那個張教授 他的先生就是那個侯教授 帶兩個孩子回來 在美國長大的孩子 他們回來那些表兄弟 不要跟你爸爸媽媽下去加益啊 先開始他也是會跟他們說 留一點時間給我們好不好 你們兩個回來都要到極光寺去 我們跟表兄弟 在一起的機會都沒有啦 上一次量房的時候 他就把一個表哥帶來這裡 那個表哥呢 真的是住不住的 那個家裡的人 讓他們玩到 而且都是到國外去受教育的 到後來有一個說 如果你們回來我怎麼玩 他要自己來 他們那兩個孩子 一個上一次來幾乎已經講過了 他也是在美國 一些 他是去參加那個大學學生的那種 去跟人家討論 研討那個數學方面的 現在他們那個在高中的孩子 過年之前 幾天他爸爸打電話來 我們那個打打你看到他很憨厚 去參加世界性的 也得到銀牌獎 跟那個金牌獎 差零點幾分 那個孩子呢 他想我這個錢不應該是我自己用 把他的錢分給兩個道場 我現在不是說那個孩子 把錢分給兩個道場 在那個年輕的時代他會想到這個 他一定想到 在那個道場裡面 他是不是真正聽到一點 他想要的東西 不然的話他會想 我要去買電腦 我要去買 甚至現在已經可以 考汽車的執照 他應該要去買一個 一部很好的車子 他把獎金分成兩等份 他爸爸很好笑喔 折成美金 那個孩子幾千幾百幾十幾塊 他把那個小的樹木枝 還有一塊 我那天沒有空啦 我把它抽出來一看 還有一塊錢的美金 幾千幾百幾十幾塊 沒有一毛錢落到他袋子裡面 他第一個就是說 讓這個都沒想到 所以想要跟那個小的 到這兒去拿這兒去 拿這兒去拿這兒去 拿這兒去拿這兒去拿 我對你拿這兒去拿 你拿這兒去拿這兒去拿 你拿這兒去拿 你拿這兒去拿這兒去拿 你拿這兒去拿這兒去拿 所以地方 我一直有拿 就算一下 這個東西 都不會用 給你拿這兒去拿 抓走多少都是年輕人 有些是十三四歲的小孩子 飆車的也都是還沒有成年的孩子 事實上我想家裡面的長輩 大概只是給這些孩子 一些金錢上的享受 父母親只是他們的提款機 孩子的手是提款卡 很少有家長說 好 假期的時候我跟孩子 你們不要來極光寺也可以啊 帶著孩子一起 找一個清靜的地方 不然來一個森林裡面 家裡自己煮一點東西 去跟孩子共享在一起 他怎麼會去跟別人揹車 怎麼會去跟別人吸毒呢 孩子們啊 精神太空虛了 我們不要認為說 他現在就在森林 他就說他要跟森林出去了 你沒有一點關心他 然後你就說 不然我利用這個時間 我來拜佛來回訪給我兒子 森林看來找到第一名 OO 所以來這裡的慶徒們 我不是叫她說 你所有時間都就在這裡 我都告訴他們 有時間跟孩子多互動一點 有些人我跟他們 跟孩子我講啊 你現在能夠跟爸爸媽媽在一起的機會有多少 大學啦 我可能到外面去啦 然後呢 交了朋友 以後我有時間 我要跟我們男朋友跟我們女朋友出去玩 所以我說 在你們還可以跟家長在一起的時候 怎麼不爭取一點時間 爸爸媽媽帶我們來 走走走走走 跟他們的長輩我也是講啊 不要說那孩子我都不想要跟他講 跟他講都講不聽 我就來找我們朋友喝咖啤 講話 所以我常常看到有一些家長 在他們孩子可以的情形之下 帶著孩子一起來拜佛 我講 喔 這真的有夠幸福呢 今天早上我才跟我的弟妹在講說 我看到我的一個親人裡面有一個家族 他們是以一個家為一個單位啦 一個單獨的小家庭 好像晚輩的也是一個單位一個單位 每個人不是有智慧型手機嗎 每個人不是有智慧型手機嗎 有Line嗎 他們弄一個群組 我一看看 我讓我那個弟妹看 我說我也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 可是 他們邀我參加他的那個族群 因為我是他們的表姐嘛 表阿姨嘛 表姑姑嘛 我一看 喔 再去我看二十一的家庭 和我參加會有二十一的 他們經常 互相問候 互相有好的信息 互相有好的智慧 通常是你用這個耶 我說阿你如果有三個五個 你如果有三個子 有四個子 那陪你就做成五個了 就是互相在那裡面可以通信息 都會講 講一些好的 都不要講五四三個 這個家庭的那種溫馨 我常常說 很難得現在大家都很忙 都沒辦法 所以你不是只說拜佛 而且是只有用嘴巴來唸 你不是要經營一個脊弱世界嗎 我不要吵你 我來這裡念粉 不要給你們 不要聽到你們 我就很好啊 那個不是脊弱 那是逃避啦 如果你能夠把你家裡面的人 大家都有這種 凝聚的力量 我想家裡面的兄弟姐妹 因為親人都有互相聯繫 他不會無聊到 我來找人 要來吃豆 或是要來做什麼嘛 所以我們學佛也應該 在我們這個人間 不是有幾個道場都講 建立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嗎 所以我想 你看到社會的亂象 不要讓自己的孩子也參加進去 那你要用心經營啦 那你說 啊 這個三部世界 我就齁 我還聽到很多 那個學佛的人說 那時候要知道 不要結婚 你如果兒子一樣生下來 孫也有啊 你是應該把這個經營好啦 不是說我來拜託 他叫警察你去 我也沒辦法押 我就要這樣 不是要怎麼 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也是他 經過多少節 連要讓你住的那個 居住的環境 七張藍頓 七張羅網 七張藍須 七張藍須 那些都是他睡覺的經營 住在那裡的人 要有什麼樣的心態 你看那個環境 你如果走到那裡 聽到這裡 你走到那裡也是黏呼黏法黏精 聽到風裡吹的聲音 也是黏呼黏法黏精 好 你看那個彌陀經那麼簡單 其實他有經過經營 他經營好了 我來這張照片 不錯喔 我這條路很好走 這條路又很漂亮喔 不錯喔 拜託 那阿彌陀佛 那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這樣不行呢 是不是再來改變 各位 你不要看這個很放亂的極光室啦 應該有那麼一點點影子 不過我是一個凡夫 我沒有辦法像阿彌陀佛 經營得那麼好 我們為什麼有九品蓮的道路 而且簡簡單單去高麗 我去大陸 每一片上面都青菜雕刻形的 你把它看 大陸就都小聲了 你看起來 很雜啦 當然你可以每一步 你都踏在一個蓮花上 晚上我們很多人都會想 九斑樓 我發現很多人來 我們一介紹 你看我們這裡的酒店 我們的樓 甚至那個樓 收到那個數 我就很 很麻煩耶 正正的 我看人家用心 那樓讓我們爬不可以 兩三年就看他 開始要死了 他的手已經下去到下面 廊宗水的地方不乾啦 所以會生過 你若不放水下去 又硬碰碰碰 有它用水下去 它不乾 你灌水下去 它一兩點鐘那個水吃不下去 你看那塊頭 請問問你們 你們的手把它浸到你們的水底 都要不要拿走 所以你們一看這個地方 你要經營這個 我這幾年來 八九年那個門還弄不好 這個柱子還這樣子 我自己知道 真的阿彌陀佛那時候的辛苦 我是只有到現在跟你們分享啦 簡單簡單齁 你看看 要經營一個 只是大家可以坐在這裡念 一個鐘頭一個鐘頭的一個地方 尚且要用那麼多的心 然後讓你覺得 我進來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在這裡很舒服 就要慰這個心耶 一個家庭 從不同的家庭來的結婚夫妻 兩個人 開心就好 不開心 兩個人完結到還要死 經營過嗎 沒有啦 所以我會叫我們的佛教徒 你好好去經營 我今天為什麼要講這個 社會的亂象 讓你參加一份 你沒有盡心盡力 甚至於我那天我說 拜託的 我們一直跟我們說 我們停車 停得好 人家沒有為人要停 自己的 我來給他停作兩位 那不是說 師傅 你不是說那位你要停 我當然停一個位 你應該要讓 別人怎麼有為人要停 做每一件事情 你在家裡 在什麼地方 心都這樣的話 你沒有嘴巴在念阿彌陀佛 心裡已經在念 我希望我們大家是用心念佛 不是用嘴巴念佛 坐在這裡 一個鐘頭念佛 出來這個地方 第一二鬼出生的心念都出來了 那不要來做 沒有什麼用 所以我在這裡都是用我的感受 跟大家一起分享 希望我們從這些日常生活當中去體會阿彌陀佛 為什麼要經營那個地方 我們也有責任來經營 阿彌陀佛